教育部强制英文老师报考 马来西亚大学英语测试 引起了全国教师专业职工会 强烈反弹 教育部今天发文告强调 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测试 英语专业教师的英文能力水平 教育部将继续和教师职工会 等组织磋商 寻找最佳方案 尽管全国教师专业职工会 反对教育部规定教师报考 不过教育部立场坚定 今天就发文告声明 指教育部从2017年起 就使用这项测试来鉴定 英语专业教师的英文水平 所有在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中 没有达到西一等级的英语教师 都必须参与大马大学英语测试 根据教育部 所有英语教师必须至少在欧洲 共同语言参考标准达到西一级别 而截至目前有67% 已经参与过测试的教师 考获了西一和西二等级 文告指出 之所以选择大马大学英语测试 是因为有关测试使用本地专家 并以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为基准 测试每三年举行一次 而且相比其他测试管道来得更便宜 同时 教育部也允许教师参与其他 以欧洲共同语言考试标准为基准的测试 例如普斯考试或亚斯考试 为了解决英文私资短缺问题 教育部设下了短期和长期方案 包括正在安排分配500名邻教到小学和中学执教 这批教师必须报考为期三年的研究生教师计划 才能成为合格的英文教师 教育部强调当局一直以来都在积极提升英语教师的素质和能力 也绝不会对教师资格妥协 教育部已经和全国教师专业职工会 以及大马校长理事会等相关组织会面 展开一系列对话会 未来也会继续和各造磋商 教育部强调当局